好,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攝影機 它比較能夠長焦距去看到彈道 然後我就會在這個攝影機的下方 上方 這樣各位比較看得到彈道 可是TV彈滋留在這個同個定點的時間會比較久 會比較清楚 好,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 現在畫面中就是我們站的位置 然後現在我們拉進到這個靶場中間 我們目標是這個紅色的這個板 稍微再調高一點點 調上一點好了 調高我怕我的槍會打到 好了,準備來吧 準備來吧 好,我們來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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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點小變蛋耶 跟昨天不太一樣 一點點在下墜 跟昨天稍微不太一樣 可能有點槍管的一個差異性 昨天反而覺得有點在飄 現在下墜 對,反正下墜還好 下墜的話我自己 往上拉就好 如果是往上飄 我就不曉得要飄 它要飄去哪裡 好,繼續來喔 後面再近一點好了 好,來 好,來喔 好,來喔 看來我現在一眼就不見了 我們就不同的鏡頭 不同的鏡頭的角度可能會鎖到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臂力 看到不同的彈道方向 好 這樣子 再來吧 0.28克所以 這風有影響是一定會的 1.29克 今天是來自行的 超級的 我每次都要來自行的 我會的 你會的 你會的 謝謝 我可以的 你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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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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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一下變新貴型 好 到這邊 晚安各位 掰掰